今年年初南投县长林明珍亲自领区到大陆参加两湖论坛 大陆的西湖和南投的日月坛要好好活络双边观光 但看来没奏效 陆克来台人数直直落 南投成了观光的重载区 尤其现在龙头禅 现在甚至也是销路也都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们在这次我们到大陆去是各方面的征集 林明珍说南投是观光大县 陆克不来他急着跳脚 与其到台北街头呐喊抗议 不如直接扣关 县市首长纠团要到北京找中国官方 好好的谈一谈 我们主要是能够让台湾的观光客能够增加 让这些观光产业能够护士 北京参访也希望获得彼此之间的一个共识 能够更多的大陆的旅游团或者背包客 来我们苗栗休闲度假 这回来营有六个县市要主动出手 包括南投新竹苗栗花莲金门等县市首长 计划16号到大陆与国台办高层见面 争取大陆开放陆克来台 倒有九二共识的县市来观光 说到这个就敏感了起来 我们就不敢把握他们是不是能够陪我们一起去 这个我们没有绝对把握 所以我们就是先去探这个红向球 来营县市首长出团的大陆旧观光 被逼急了只好自救寻求解套 季篷志明 洪杰明 苗栗南投 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